Hello everybody,我们这礼拜的朋友国际新闻导读呢,要来带大家看一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这个国家就是Tajkistan,塔吉克斯坦 他是古代波斯人的一只,那他其实一直是中亚的国民国家啦,那他们后来都伊斯兰化了,所以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然后在20世纪的时候呢,他们都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 那后来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就各自独立了,那他们是中亚国家 那这个新闻的标题在讲什么呢?Tajkistan starts up first turbine in dam,set to be world's tallest 好,Tajkistan就是塔吉克斯坦,就是他国民啦 他开始了一个东西,他启动了一个东西叫start up,start是开始,那start up就是启动的意思啦 那启动了什么呢?first turbine,turbine是涡轮机,发电的涡轮机啦 那turbine其实是指涡轮的机器结构,那在什么?在一个水坝in dam 这个dam呢是怎么样的一个dam呢?这是which was set,那which is set 那就是一个子句,但是他把前面which is全部省略掉,就用过去分词set就好了 所以set这个字,他的过去分词跟他原型是一样的 set to be就是将要成为,准备要预定要成为什么呢?set to be world's tallest 他是预定要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一个水坝,他的高度会高达300多公尺 那这边有他的照片,就是路透社的新闻,这是他的发电涡轮 这个就是他的turbine在下面,然后水会从下面流经 那这是建设中的水坝的周边的地图啦,他是在一个高山的国家,中亚的国家都是在高原上的 ok,那这是11月16号的一则路透社新闻,他的原文的连结在此 好,那么首先当然就一样看一下这些字有哪些了 好,第一个turbines,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标题看到的涡轮机 好,再来hydroelectric,就是水力发电 这个hydro其实就是水的意思,我们说hydrogen就是水分嘛 hydro,那electric就是电力,所以说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水力发电的意思 hydroelectric 好,那再来secure,是确保,这边是当动词,secure,他是确保什么事情 那我们讲security,就是安全嘛,好,那再来 issue,是发行,这个在我们的报章杂志跟新闻常会看到发行的一个报纸 但是这个地方呢,他是指发行别的东西,就下面紧接着这个字叫做eurobound 好,这里可没看到euro,不要以为他就是跟欧洲欧元有关系 其实他讲的是国际债券,所以所谓的eurobound,就是一种国家可以发行的一种带一种券 那他这个券呢,就是你可以跟这个国家买,那买之后呢 他未来呢,会提供一定的利率给你,而且呢,他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ok,这叫债券,eurobound 好,再来finance,是提供资金,用什么东西来提供什么资金 someone finance somebody,ok 或是something financed it,某个东西呢,提供了这件事情的资金 好,好,再来rassion这个字,这边当动词,就是限量,就是限量的供给 就是所谓的食物配给啊,或者是能源配给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字 rassion,ok,它是一个动作 它其实也可以当作名词,就是指一次的分量的意思 所以它动词的是从这里来,它是个分量 所以它当动作的时候,就变成限量了 好,boost,这就是增进 boost,就是有突然往前冲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boost,其实放在车子上面的话,就是暴冲 boost,好,那我们讲booster,就是引擎上面的那个 就是它的冲刺的意思 冲刺的那个按钮,就booster 所以这个字很常见,boost 好,那它放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可以是增进什么事情 加强什么事情,就变成boost 好,再来launch launch是发动,那很特别的是呢 它应该是个动词,launch something跟我们标题的startup有点像 但是它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名词,就变成launch这件事 就是发动的这件事 好,再来install,就是安装,这个字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电脑常常安装什么,或是手机需要安装什么 都是用这个字,就叫做install 好,再来capacity,就是容量 capacity,容量,它是个名词 好,megawatt,就是百万瓦特 这个其实就是电力的一个单位啦 百万瓦的意思,就是电力的一个单位 好,再来finance ministry,就是财政部 finance,我们这边前面讲finance是提供资金 对不对,它的名词其实就是财政 因为我提供钱其实就负责管钱,就是财政的 那ministry就是部门,ministry 所以finance ministry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部 还可以指一个企业里面负责管钱的 负责它的会计部也可以类似用这个字 好,那不过会计用account 再来estimate是预估估计,这是一个动作 这以上就是我们这则新闻会看到主要的常见的生字 我们这边就进入新闻的主题了 Tajkistan started the first turbine of its Rogan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on Friday Part of the DEN project that aims to secure the Central Asian nation's energy independence 好,句子有点长,但是其实它的结构并不难 就跟标题一样,塔吉克斯坦开始了 这边它前面标题用startup 其实这边直接放了start也没有问题 它启动了第一座的涡轮发电机 这个涡轮发电机是什么东西呢 是在它的罗贡的水力发电厂 罗贡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水力发电厂,其实就是一个水坝 on friday,在星期五这一天 好,这边要补充说明 它不用第二个句子,它是用逗号 所以它前面会先讲个名词 part of a DEN project 它是一个水坝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这有点像同位于 part of a DEN project 就是指这个power plant 它是part of a DEN project 它补充说明,那这个DEN project又是怎么样的DEN project呢 它这个计划是怎么样,有个子句 所以这里有个let的子句 let这个子句是要干嘛呢 Aims to secure the Central Asian nation's energy independence 这个计划是它的目标 Aims目标,这是个动作 那这在高中就会学到 Aims to就是它准备,它的目标是要干嘛呢 来确保,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生字动词 Secure the Central Asian nation's energy independence 它能源的独立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这个 它希望能够有这个水坝 能够呢让它的能源呢或不受其他国家影响 它之前可能需要跟其他国家进口能源 然后它就有这个水坝之后 有这个大型的水力发电厂呢 它就可以不用跟大家进口那么多的能源 就是所谓的能源独立性 这是国安的问题啊 台湾最近呢为了核能的问题 我们也在讨论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牵涉到所谓的energy independence 那下面这一页就进一步说明了 一些它跟这个水坝建设有关的是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issued its first euro bond last year to help finance the project which will include the world's tallest dam when it is completed in 2026 好,那这个有点长哦 但是其实我们来一句一句看 它结构也都不难很直白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就是它是之前的过去的话 现在已经不是了 它本来应该是什么呢 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 我们讲到Soviet苏联 它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共产主要的国家 其实它并不是单一个国家 我们说联嘛 它其实是联合的共和国 只是他们呢都信奉 他们都以苏维埃主义为马首是战 他们是联合的国家 他们最高领导呢就是苏维埃 就是苏维埃的共产党 OK 他们的头子就是斯大林 那就是当时斯大林 OK 那这个历史的部分 大家呢高中国中都有学过啊 有兴趣可以自己再去找出来看 好 这个过去的苏联的共和国 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 它现在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就是它的这个国家 塔吉克斯坦 好 那issued its first euro bond 它发行了它首度的 所以应该它独立还不久 它是1990年嘛 苏联垮台1990年 而且事实上它还在1990年代经历过内战 所以它其实是混乱过一段时间 那它的经济一开始也想要找俄罗斯资源 但是后来发现了俄罗斯好像不太能够经援它 这几个计划都失败了 所以说它现在只好靠 什么发行国际的债券 所以它发行了它的first euro bond last year 所以它在去年发行了它的第一次的国际债券 来干嘛呢 to help finance 好 这边看到了help是一个很特殊的动词 它要帮助什么事情 后面加原型动词就可以了 所以help finance就是来帮助 来资助 来供给资金 供给什么资金 finance the project 这个计划 那这计划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都后面讲了嘛 which will include the world's tallest dam 这个计划将会包含要建设一个世界上最高的dam水坝 when it is completed 当它被完成在20126年 所以其实还有8年才会完成预计8年 它的高度将会有320几公尺 那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水坝呢 是在中国的四川 它叫景平一级坝 它的高度是310几公尺 那第二高呢叫做努列克坝 一样是在塔吉克斯坦 也在同一条河上面呢 一条一个水坝 是世界第二高 这左边这样图片就是了 好 新闻就继续讲了 the government hopes the plant will help end power rationing in winter months while also allowing 塔吉克斯坦 to boost energy exports to its neighbors such as 吴斯比克斯坦 and 阿菲甘斯坦 好 这边讲到 一些比较复杂的国际情势 还有比较复杂的国家名字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这个government就是政府呢 就是该国政府啦 希望 他们 hopes the plant will help end power rationing 它将会 好 又来了 help 后面呢 加上直接原行动词 这个发电厂 这个plant 将能够帮助终结 终结什么东西呢 power rationing就是电力的限量供给 他们的电力在某些时候是不足的 在什么季节呢 在winter months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 因为水 冬季的时候水 他们其实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主要靠水力发电 那所以水会随着雨水啊 或是溶雪的时间不同 因为他们在高山地区 等一下我们看地图 所以说呢 他们在冬季的时候就会有rationing 就是有限量 电力的限量 那这个问题就会电力的这种分区供电啊 等等 这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冬季的时候 好 那同时 所以while also 同时也能够 while also 这个后面加个名词 因为这个while是直接接第二件事情 while allowing ok 所以它其实是什么 and power rationing while allowing ok 同时能够允许什么东西呢 让Tajkistan to boost energy exports 就是能够增进它的能源的输出 输出给谁呢 to its neighbors such as Uzbekistan and Afghanistan 就是乌兹别克 那他们这几个地方的国家 其实事实上只要是波斯系列的国家 后面都有个什么斯坦 stain stain ok 那就是这几个国家名称的特色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其实彼此间有很大的渊源了 and Afghanistan 就是阿富汗 乌兹别克跟阿富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国际情势 这是塔吉克斯坦 事实上它就在中国的最西边 我们这是在右边 这边是卡什地区 这就是中国 那这里有一个领土未定带 所以是虚线 那右下角这个地方呢 它会接过去呢 就是那个巴基斯坦 印度的领国 所以印巴 然后还有中国的边界 有个地方叫做克什米尔 领土未定区 事实上中国跟塔吉克斯坦 中间也是领土未定区 我们还在前顶中 好 它的西南边就是之前呢 伊斯兰世界很混乱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平定的阿富汗 克布尔就在这里 它的首都塔吉克斯坦首都在这里 叫都上别 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山脉 它是高原地区 那在它的西边呢 就是乌兹别克斯坦 所以说呢它希望能够在都上别 它的水坝大概会盖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 它希望可以 未来可以输出电力 这附近都是一些千年的古都 像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萨玛尔汗 这也是古都了 好那 当然克布尔这也是古都了 那它的北边呢 就可以看到吉尔吉斯坦 还有北边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没有用出来 这是哈萨克 那哈萨克 其实它的英文的名字 你听念起来 它声音其实 它也是有那个 Stand的声音在里面 所以它们都是近似的几个 彼此之间渊源关系 非常密切的国家 那这边正西边 这里有个没有拍出来的 这是土耳吉斯坦 这是土耳吉斯坦 它不是土耳 它不是土耳吉 它是突厥 跟突厥人比较有关系 土库曼 土库曼 他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几个都是中亚相关的国家 那它可以算是在这几个国家的正中间 它是高原地区 所以说这个地方水麦一定 一旦截断以后呢 它这个水库的建设 事实上会影响到很多周边的这些国家 所以有一些争议 但是它目前呢 已经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些争议 而能够让大家接受 它在这边盖一个水坝了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 他们国家政治上的成功 那这边右边这个经济人 学杂 经济学人杂志 它画出来地图 就会看出来 这是塔吉克斯坦 然后这吉尔吉斯坦 然后这哈萨克 然后这是乌兹别克 这是阿富汗 所以其实就是在争议的地区的正中间 所以这个地方 盖水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一个国际局势 是很复杂的 以中亚的局势而言 这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国家局势 可是事实上 在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帝国 兴起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大的国际角力的区域 那我们在讲思路 那中国现在讲一带一路 也是在讲这个地方 不过很有趣的是 我们看到这个水坝的建设的时候呢 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经济的介入 它反而是以国际债券 就是它刚才讲 EURO BOUNDS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相关的资料 好 那我们最后结尾 新闻结尾就把它讲的 比较详细叙述 这个计划到底怎么样了 然后要做个收尾 At Friday's launch of the first turbine The dam on the Valkyrie River in the Palmier Mountains was just 75 meters tall 好 这个地方呢 在什么时间 所以在这个 Friday的这个 启动的这个时间 在它第一个涡轮 所以只有第一个涡轮被启动了嘛 所以还没有完成 主要的句子其实只有这样 The dam was just 75 meters tall 这个水坝其实只有75公尺高 不是说世界最高吗 我们会补充叙述 好 那它这个后面一大堆 The dam的后面 这一大堆都讲它的位置 它在 在Valkyrie River的上面 所以用On the Valkyrie River 它呢 这个river在什么地方 地区里面呢 In the Palmier Mountains 在帕米尔山脉里面的 好 到底是怎样呢 是By 2026 It will rise to 335 meters And will have 6 turbines With installed capacity of 3600 megawatts MW 好 那这个地方就要讲 其实它2026年才完成 所以By 2026 到了2026年的时候 可以这样讲 它将会升高到335公尺 It will rise 然后将会嘛 Rise to 升高到335公尺高 And will have 6 turbines 将会有6座涡轮发电引擎 这个发电引擎呢 有多少的容量 所以With installed 它安装好的容量 Capacity of 3600 megawatts 它将会有3600百万瓦的发电容量 那这个是从它最高可以发到3600百万瓦 那有6座 其实那一座就是什么600百万瓦嘛 就是简单的数学 36除以6 好 那它的高度335公尺到底有多高呢 台湾的石门水库的高度大概是130公尺左右 台湾最高的是德基水库 大概是180公尺 所以它足足是德基水库将近两倍高了 好 最后结尾了 Tajkistan's finance ministry estimates the project will require 4 billion to complete 4 billion dollars to complete 好 塔吉克斯坦的财政部 估计了 the project 预估estimates the project 那这个project是怎样呢 will require 将会需要 require是需要 4 billion 然后这个符号是dollar 所以是美金 4 billion dollars 就是40亿美金 billion是10亿 所以40亿美金来干嘛 来完成 所以这个计划大概需要40亿美金 才能完成 它目前其实发行的债券 还不到这么多的钱 所以它们还需要慢慢的完成 现在只是先发动第一个 让它能够先赚点钱来回馈 回馈整个计划的建设 以上就是这一则新闻 好 我们结尾把整个新闻念一次 Tagikistan started the first turbine of its Rogan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on Friday part of a dam project that aims to secure the Central Asia nation's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issued its first euro bond last year to help finance the project which will include the world's tallest dam when it is completed in 2026 the government hopes the plant will help end power rationing in winter months while also allowing Tajikistan to boost energy exports to its neighbors such as Uzbekistan and Afghanistan At Friday's launch of the first turbine the dam on the Vakshi river in the Pamir mountains was just 75 meters tall By 2026, it will rise to 335 meters and will have six turbines with installed capacity of 3600 megawatts MW Tagikistan's finance ministry estimates the project will require 4 billion dollars to complete 好,那我们的原文是出自路透社 那这个我们的相关网址在我们的影片的最底下都可以找得到连结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有比较详细的说明